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你要相信 真正的法律 是不会下来有钱人的 兄弟神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见你的家人呢 我找不过世的时候 把家里人都托付给我 我不但没照顾好他们 还让他们为我 我妈还有连见他们呢 所以说呀 你现在才要积极主动的配合 把我们可能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 这是你的家人 托我带给你的信 你好好看看吧 嫂子 妈这些天一直茶饭不思 满脸愁云 我和子冲也很为你担心 我们知道你太不容易了 嫂子你放心 我们一直跟陪佩说你出差去了 陪佩的学习和生活都很正常 他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尽快见到妈妈 中国对这琴怎么老不见起色 老输啊 你呀都病成这样了 还关心谁输谁赢呢 你给我好好养病吧 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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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孩子还跟以前一样 怎么真的貌伏实实的 爸 妈 你过来我给你说一下去 嗯 哎 妈 你嫂子当然见咱们了 真的啊 看守所给我有通知 他说嫂子要咱们给他带点东西 嗯 那就赶紧给他准备吧 好 妈 那我去超市了 哎 哎 跟爸说 好 嗯 妈 妈 妈 啊 妈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本来嘛 你哥去世以后 可不就是他们几个相依为命吧 那关键时候我们不还起作用呢 是啊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已经开始接受我们 可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宋家那边也不太好对付 嫂子现在还在里边呢 慢慢想办法吧 陆明 动作快点 没网关的 喂 喂 是陆明吗 不是 哪位 我一交来 你最近好吗 喂 喂 陆明你在听吗 我听着呢 你有事吗 没什么事 就是好久不见了 想跟你聊聊天 我最近特别忙 我出差了 你去哪儿了 湖南 那你要去几天啊 我也不知道 可能还有几天吧 那好吧 那等你回来再联系吧 拜拜 你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回事呢 还做梦呢 还做梦呢 黄峰好 这你还在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 这叫音小伟 知道咱公司的底绩吗 不知道 他也不爱乱打听 挺稳重的 交代给事情 不会出现纰漏 好 好 我知道 好吧 我呢 我呢 回来了 你朋友等你半天了 那你们先来好吧 为什么把手机号换了 你钱就丢了呗 白句说了 你根本没去湖南 你是不是在躲我 我一直在想 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吧 别逼我了行吗 你们还想怎么样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还不明白你的意思呢 小蕾 我从来都没害过你吧 你别在我面前 装得没事人似的 我当时真是瞎了眼了 你现在就给我离开工作室 听见没有 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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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话说清楚 就是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我们不就一条狗的交情吗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我不想看见你了 可我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你把话说清楚行吗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了 我再说一遍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谢谢 她们又去团团了吗 就那天拿钱的女孩 而且 前两天黄家明也来找过我 她们说什么事了 没说 我刚才特别冲动 我把那女孩骂了一顿 我就走了 是不是我没包案 她们胆子越来越大了 她们知道你挺有钱的 所以追击你要小心一点 我知道了 但是她们会不会再纠缠你们 你也别想太多了 我们都小心一点就是了 她知道这件事吗 你说孙几柔 不知道 我也不是刻意想隐瞒什么 就是怕她想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莫名其妙地把你卷进来 我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你 别再说了 用钱能摆平的事情 就不是什么大事情 再说了 我们还是同学跟朋友 我 他路过这儿就上来坐坐 就这么简单 朱颜凤 我不是那种 胡搅蛮缠的人吧 路迷他是那种 路过就会上来坐坐的人吗 我一看他的表情 我就知道他找你有事 有事 我们现在都结了婚了 都过自己的日子 能有什么事啊 当然 我相信你们之间 不会有什么私情 不过他找你一定有事 而且一定一位钱 行了 你别瞎想 他当初不是挺清高的吗 怎么现在又来找你了 你说这些还有意思没意思呢 你上来找我什么事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跟你说了 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我是你老婆 你应该告诉我 行了 我开会 你就这么对我是吧 你应该去问朱颜凤 他死都不肯说 我要是你 我就不问 你不觉得这是夫妻之间 最起码的信任吗 信任就是不问 你想想这两个人 完全能结婚 却没有结成 这明摆着是没有缘分的 还能有什么事啊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呢 哎 哎 你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表情都特别不自然 而且你说的没错 既然他们两个人没有缘分 为什么 他 他老查证朱颜凤 朱颜凤不说呀 肯定有他不说的理由 你这又是何苦呢 放着好日子不过 爱一个人实在是太累 那是啊 你的心太重 走吧 你不是说 请我去吃反国蜗牛吗 讨厌 你整天除了想吃还想什么 喂 你好 哦 我马上就来 请进 哦 小蓝啊 来来来 你出去 是 来来来 小蓝 来 坐坐坐 黄总 找我有什么事吗 哎呀 其实啊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公司最近啊 想给你们几个工作出色的骨干 加薪 你可要好好干啊 年底啊 我准备让你当部门经理 哦 我知道了 哎 看上去你好像 并不是那么很兴奋了 啊 我挺兴奋的 谢谢您 谢谢您 黄总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哎 小蓝啊 嗯 我听说你在感情上挺坎坷的 哦 这是你的私事 我也不便问 但是我想女孩子要是有了钱 同样可以选择爱情吧 说不定啊 还更主动呢 你说是不是 妇品 我听见到小蓝 你不听说 妈妈 你不听说 她的 哎呀 我听说 她的 你不听说 她的 我等你半天了 你怎么找我们家住这儿的呀 谁跟你说的呀 我送你狗子说 你自己告诉我的呀 说我有时间可以来看有才 陆明 我们可以谈谈吗 没什么可谈的 现在有才你看见了 你走吧 虽然我们不常见面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成为较心的朋友 为什么有什么事 就不能好好谈呢 陆明 子秋 这个就是我常跟你说的 那个有才以前的主人 和小美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们家有才可是给我们带来了 不少欢乐啊 干嘛站这儿进去说吧 该吃饭了 进来吧 我 我和小美还有点事呢 我跟你说点悄悄话 你们先去啊 早点回来啊 姑姑回来了 不知道有什么事直说吧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对我呼冷呼热的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觉得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 推薪支付吗 小蕾我告诉你 我那天在车上全都看见了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你就是那个犯罪团伙的成员之一 你没事吧你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什么犯罪团伙乱七八糟的 我那可是正规的贸易公司 而且成绩非常好 你不信可以跟我去看呢 行了行了你别狡辩了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已经不再相信你了 就当我从来没有交过你这个朋友 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 静雯啊 真对不起这么晚来看你 主要是最近公司的官司缠身 最主要的还是你那一单 宋老板的家属 已经找了最好的律师跟我们打官司 我们也找了一个律师陪着他打 苏总呢一天到晚呢 满脑门子的官司 不怪我自己当时太冲动了 说来说去啊怨我 我们都走了 我又把你拉回来 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 有事 你不会不管我吧 我 当然不会了 要不我今天怎么能来看你啊 我和苏总啊 一直都在想办法呢 说老实话 我不相信苏总 我就相信你 你知道的 我小公子是个好人 可是 他没有能力让我出去 因为他没有钱 现在办什么事情都需要钱的 他们姓的律师也都是朋友帮忙 你帮我忙 不管花了多少钱 我出去一定会还给你的 你相信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相信你 刘莎 在里面没事的时候 我想了想 有些话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吧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快说 我劝你啊 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定速任务 我觉得靠不住 我现在哪有什么后路啊 趁你自己现在还年轻 找个好男人的家了吧 你以为找男人那么好找啊 你这么好的人都没找到 我呀 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不 露莎 你比我有能力 脑子又聪明 赶紧找个好男人 再找点规矩的事做 你的下半辈子不就踏实了吗 看我 以前 连公安局的大门从哪开都不知道 可现在 这不都是选择巧心吗 露莎 烧退了 露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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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 宋老板那案子 刑事附加民事 赔偿金额出来了 你猜猜是多少 多少 一百万 什么 这可是宋老板的律师亲口告诉我的 还说这是最低价吗 其实我已经帮了不少忙了 原来啊 要是把宋老板不能工作以后的赔偿全加上 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啊 一百万 你干脆让他们到我这儿来抢钱算了 请 一百万 他们家人是不是都疯了呀 陆明 你先听刘律师把话说完吗 宋家的人实在也不肯松口了 虽然说刑事和民事是两条线 但是如果宋家的人态度一直很强硬的话 我觉得也会影响到刑事的判决 那他们非离我嫂子呢 就没有赔偿了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那天在场的都是宋老板的人 他们肯定不会作证 一总会的那两个人 一看赔偿的金额这么大 也不愿意得贼宋家的人 怕将来被他们咬住不放 就开始推托说 没看见想不起来了 所以说现在就是 谁能肯定那天宋老板确实是非离过熊静文 而且他们现在一口咬定 熊静文跟碧海云天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手里也确实是有熊静文打的辞职报告 还有财务部门的结账手续 所以说现在只能认定这是熊静文的个人行为 碧海云天因此不会拿出一分钱来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也太黑了 找他们去 陆明 你那么激动干嘛 你去游泳吧 那你说怎么办 反正我现在拿不出一百万了 我们是拿不出一百万 而且碧海云天也不肯出钱 所以我们才要想想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陆明 你坐在这干嘛呀 你想折呢 办法也不是一天想出来的 别在这儿坐着 好 做饭了 我现在气大了 没心情做饭 那好吧 那你接着想着 老师儿 我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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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佩佩 奶奶给你梳梳头 看小辫子乱的 然而看那笑话 跟没爹没妈似的 妈 看你天到晚没精打采的 是不是你嫂子的案子 特别不顺的 妈 没事 我正想办法了 我今天到医院 去看宋老板了 您看她去干嘛呀 你以为我想看她呀 我看她死没死 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 你嫂子不是更说不清了吗 那她情感怎么样啊 还是深知不清 我想等她清醒一点 我去求求她 妈 您别去了 这种人根本就没良心 您还去干嘛呀 陪陪这孩子 太可怜了 妈妈 您先上去 我来 妈 您先上去吧 我来 妈 您先上去吧 小米 谢谢你 没事 等你家人 别那么客气 爸妈 孕孕都还好吧 都挺好的 都特别想你 小米 努力你们了 没事 嫂子 还好吗 我挺好的 你要注意身体 我给你带了些水果 好 别太着急了 我们都在帮你想办法呢 也许有些事情 可以帮得上吗 你好好想想 那个洗浴中心 有没有做什么 没法乱戒的事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我只负责艺术团的演出 其他的我都没在意 小米 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够说清楚点 没什么 我就随便问问 那个马柳莎 我还是信得过的 难道你还要调查她吗 我觉得她是最信不过的人 我找了她好几次 她不是不肯见我就是不在 而且我打的手机她永远都不接 不会吧 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 宋老板的律师向法院提出 要一百万的索赔 马柳莎和你们那个 那个老板 说你离开洗浴中心了 他们不负责任 而且 宋老板非礼的事 他们也不肯作证 这不太可能吧 马柳莎前两天还来看过我 她说 她绝对不会不管我 说现在正在想办法呢 嫂子 你太容易受骗了 那马柳莎现在正想办法 怎么给自己脱身的 我和子冲商量 如果我们能抓住她一些把柄 他们一定肯坐下来和我们谈 嫂子 你再想想 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 犯法的事 我只知道 马柳莎经常逼那些小姐喝 有摇头丸的饮料 还有 她给那些大款 拿皮条 其他的 我就不太知道了 好 我明白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子冲 咱们这回就玩真格的了 嗯 你先去开个房 开房 当然了 你不开房 你怎么能够得到 那个色情交易的证据呢 呃 我不行 这个我真的不行 这是你们家的事啊 我们三个人中间 就说你长得最帅了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你总不能让 刘刘西方色相吧 就 刘刘刘ь 帮我一忙 这事你来吧 别别别 我别别 我动作行 真格就不行 不是 我当然是比较受欢迎了 但是你们谁都不会用机器啊 这种隐蔽式的拍摄非得我不行 刘刘 你帮我一忙 刘刘 真的 我觉得你长得挺像的 刘刘 你长得也像 你狐 要是按相 他比我还像嫖客的 刘刘 你听我说 你遇到一件顽嘛 你可以随意发挥 又不是啊 你干真的 这是你强项 开了房子就给脱身了 你干什么呀 我帮老白拿包啊 对对对 他可以帮我打灯 你别打开 你别打开 这怎么着 这怎么着 找我有什么事 你自己看吧 喂 这 这是哪来的人啊 谁干的呀 母带在人家手里 人家随时可以到公安机关举报我们 谁干的呀 这还用问吗 熊静雯家人干的 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他现在又没钱 又不能坐以待毙 只有靠这个来威胁我们 我早就说过了 事情 并不那么容易摆平的 破财免灾 可你老人家就是一毛不拔 怎么样 事情越搞越大吧 怪我怪我 你就知道怪我 其实这事全怪你 是你爸这个丧文星 弄不叶总贵来的 钱是你赚的 错是别人的 你是男人吗 没劲 好了好了好了 咱俩别吵了 咱俩赶紧想主意啊 没办法 有办法 也不行 你想想想想想要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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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想想想想吧 我藏好了 好 他们找不到 喂 喂 是陆迷吗 我是马柳莎 对 我有事想找你谈谈 好 好 一会儿见 我和靳文是从小的朋友 我也想救他 可宋家要的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要的是挺多的 不过你们做的也太绝了 一般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陆迷 你知道你嫂子有多恨你吗 我们家的事用得着你管吗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豁出命去救他 他一样认为是你杀死了他老公 也就是你的亲哥哥陆征 要不是这次他进去了 他一辈子都不会认你的 所以我要感谢你 给了我一次表白的机会 你不会理解的 现在我嫂子就是我哥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谈谈调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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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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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可以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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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